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领航的脑客户 也是我们老朋友William Song 给大家来做一个他的新西兰留学移民成功的故事分享 那他就是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85后 然后从北京选择新西兰留学 那一路上呢,他这个留学到移民成功的这样一条路 那我们之前的一些,在通过我们工作中接触到一些客户呢 他们也时候在对一些客户,有些客户他们会不太确定未来的一些走向 他们有的时候会面临着很多选择和犹豫,还有徘徊 他们有些人会不会说,我该不该放弃国内的工作来进行留学 还有些人是说,我该不该去哪个国家留学 还有些人是说,我该在国内继续读研呢,读国内生肖呢,还是出国留学 那这些问题其实他们很徘徊 那么我在想说,就你今天的个人的故事来分享 对吧,就可能也能给这一些人他们的启发 那同时呢,我相信你的这个故事呢 更多能够给一些将来,想对读幼教有兴趣的 想读幼教的这些同学 以及正在读幼教的一些同学,他们的一些启发 好吧,那首先我们还是有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William 我是从,我是像刚才Chris讲说,我是领航的老客户了 是从2016年开始,然后从我来这边2016年来读语言课 因为当时要靠雅思,然后读语言读,包括后来读幼教专业 所以包括又叫毕业以后去移民,在移民这些上面的指导帮助 都是领航一直在一路过来帮我到走到今天 然后成功的拿到了新西兰的居民身份 所以今天呢,有幸被Chris请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我成功移民的一些分享心得 嗯,好的,非常感谢William,百忙之中的一个抽出时间来帮我们 就是说帮助到更多的同学好,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您是就是说在北京之前是当老师是吗? 是这样,我之前来新西兰之前呢,我是在北京,在华尔街英语 国内的一个英语培训一个机构,是做学习顾问那个职位 然后之前也是做教育行业相关的 所以这个获得获胜的也决定了我呢 当时选择来这边也是一人做教育 选择读教育的这个专业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对,然后那当时是什么原因出使你想出国留学这个打算的呢? 我并选择的新西兰留学呢? 当时我会开玩笑,我会开玩笑说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是难民 我是雾霾难民,因为当时前几年北京的污染非常严重 然后当时也是萌生了这个想法 然后所以呢,当然当时也是在几个国家之间的选择来才选择的新西兰 因为我们的选项很多传统移民国家里 比如说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加拿大等等 当时其实最后拍板就是新西兰是把这个加拿大排除掉 因为加拿大可能当时对于我,我做了一些调研 包括那边的朋友也跟我介绍一些那边的经历 可能加拿大的气候还是太冷了 可能一年的时间半年都是冬天 可能对于我这种性格可能比较喜欢户外 在户外活动和体育运动来说 我是不太考虑这个太冷了 所以包括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呢 包括我来了这个三年多快四年的这个时间的个人经历来说 这个国家的人呢是很友善的 然后对移民的这个包容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等等这些原因让我最后选择了来新西兰读书并且移民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我相信你今天到今天为止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吧 对对对对 好 那么我想说 为什么当时就是说有那么多专业可以选择 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硕士研究生对吧 那你就说你应该选择读书教的专业对吧 就是这个我们也说了就是包括你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对不对 还有包括说你的英语基础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还有一个短评块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是应该要着重的说的 对 因为是这样基本上这个学 从我真正读书开始就是读幼教这个专业是2017年5月份入学 我是2017年5月入学2018年9月毕业 基本上一年4个月的时间和和我这个NZTC这个官方给的1.33年的数据是笨合的 当然如果如果您是学这个专业学的比较顺利 然后休假少些的话这是可选择的 会比这个更快基本上一年两三个月就可以毕业 这是所谓的短 平的就是很平缓了 就是毕业之后找工作非常非常顺利 就完全不会担心找不到工作 因为诱教这个行业现在包括未来在新西兰都是很紧缺很缺人很缺人的 而且刚刚在2月份的时候移民局又把诱教这个行业 因为是注册类的 因为是要提到了优先级上一类优先级 也就是说如果从申请到申请的时候就是会优先被审批的这一个等级的 所以这是平 然后快的话就是从我实际上读书2017年入学到我后边拿身份 基本上两年的时间就都解决了 所以从刚刚刚就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梦想吧 就就达成了是这个意思 是断平坏这个是对对对 而且这个费用也很难合理对吧 这费用目前来讲也就是三万多牛币 五到三万 你当时对 但还有学查费嘛 学查费吧 对对对对对 目前的费率有四点几 费率四点四点不到四点五 对所以现在下来差不多我觉得整个费用下来就是大概十五万左右 十五万对 费用学费这一块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投入是还很高的 而且现在毕业是给两年工签的 对所以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还不是两年工签 对对对 但是我也不完全不担心 一年也好两年也好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工作像我刚刚说的 毕业之后就可以找到工作 一找到工作就可以递交申请一年 所以很容易 而且就是说你之前分享的就是你的同学好像都很快拿到对吧 平均下来两到六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未来就从二月份有了一个新政策以后 可能会更快 可能还能更快 对对对对 是好那么所以说很呃 那你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那你现在你还领及成功的 那你在新西兰呢对吧 对 那然后说一路上走过来对不对 对 都很顺利 从你好雅思先读语言好雅思对吧 然后雅思当然我知道你好了很多次 那写作因为雅思写作当时因为没有PTE嘛 对啊 当时只有雅思的一道路 嗯 这个写作当时是也是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和对吧 但是你有那个毕生的决心和毅力和勇气 还是坚持就要你坚持下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 并走到底对吧 对也是走了不少 然后也很多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心得 当你然后读还是读幼教 还是在一边实习对吧 是我们上期节目也路过就是关于你实习的一些重要的环节对吧 对对对 有分享过课程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对吧 是 然后呢再到你后面就是很顺利的好像你上次跟我分享是说 你从毕业之后拿到这个注册证好像就一个月之内就拿到毕业拿到注册了 用不了一个月吧 毕业之后拿到成立单以后 到交给那个teaching council就是教师协会 到注册两周差不多就下 两周就拿到注册的这个注册教师了 对注册的一个注册 然后那个再拿到注册注册 然后注册教师这个注册的文证书 然后再去找工作对吧 对对很顺利的找到工作对吧 是全部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一个月一个月完成 所以你毕业之后一个月就注册了 然后也找到工作了 然后就递交申请 递交申请 然后将下来差不多两到六个月时间移民 对对对对 那将来只会更快 那这是你的一个很明显的 很快的一个脉络 所以我们说短平快 短平快 真的是短平快 那么那么未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什么规划吗 会在奥克兰定居对不对 对我是因为刚刚从霍林顿班回来奥克兰 然后我未来打算 就目前来说我现在在做幼教的带班老师 那么我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那么长忙 chris您在领航这边能给我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因为我之前考了很多次考试 然后也对也绕了走了很多弯路 也摔了很多跟头 但是也同时也积累了很多失败的经验 考亚斯的失败的经验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能尽我的一份绵薄之力 能帮助如果您在考试的考亚斯的路上 有一些问题的话我希望能够帮到您 那您是在这块教育很丰富的 因为你本身在参加乃富国之前 你就已经是英语老师了 所以您有很强的英语背景 然后另外一个你也知道怎么是教人 对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而且我知道你其他几项都好得非常高 那么写作可能是当时是这个有瓶颈 瓶颈对对对对对 那我记得当时你好多好几次亚斯写作的路 就差那么一点点 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每次都差一点点 对对但其他几项都好得很高 对那么我相信你有很足够的这个经验 还有这个去去输导 就是说指导我们这些学生 如果在亚斯这块有瓶颈的话 那都我也知道您现在正在去接受PE的 更高级的培训 那么将来就是说这个也可以准备指导 我们这些好PE的学生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这个PE的话也是相对来说 可能比亚斯对于中国学生来讲 可能对有部分学生来讲 会更适合好事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当时反正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人 可能有些人适合好亚斯 有些人适合好PE的话 你可能会到时候根据他们的情况 制定他们的学习方案对不对 是的是 好那么这块是很荣幸能够就是说 能够让你帮助他们 那么我相信有很多的同学知道 又将这个专业这么好 就业好移民又转平坏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英语 对我知道的 那么对所以这英语这一关 你帮他们克服这一关 基本上就克服了这一关 后面就很顺利了 其实我经常跟我朋友们的学生说 对于那些有本科学历以上的 我说是有学位的 那么就我对他们说 你只要亚斯好到4个7 或者你PT好到4个6.6 对我说你基本上移民成功就等于一半了 对50%就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是接下来就40%呢 你要把这个赫生顺利的完成 后面的顺利完成 就像你说也没有好事 更多的是配合学校完成作业 完成实习对吧 那么在接下来10%就是 只要没有什么问题 你只要是一个正常人交流 能沟通能交流的 我相信都能找到工作 对吧 结果就你身边的人都百分百找到工作 我身边的所有同学 所有同学都找到工作 对啊 所以说就我这么说嘛 好到4个亚斯4个7 我的PT 4个65 就等于移民成功一半了 对对 实际上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希望 那你能够帮助这些同学 能够成功一半 那我觉得也很好 剩下的路 他们自己走嘛 万里长征 你就帮他走了50%了 对对 所以希望这一块 你能多多分享一些 有需要的这些同学和朋友 好的 那么同时我相信你自己一路上 从读幼教到开始实习 找工作 注册 移民 这一路上的 我相信你的分享 还是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对不对 那么特别是在读幼教过程中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我记得上次节目 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的分享 对吧 那我相信还会有一些人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对 这个方面 但是这方面的话没有问题 我相信到时候你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让你来解答 好不好 也很感谢你帮我们领航的学生能够 能够帮助这么大的忙 因为我也是领航老婆 谢谢 谢谢 那么 那么就是如果到时候有这个相关的问题 我再要跟你联系了 好吧 非常感谢 你有什么话要想寄予他们吗 有些人可能会胆怯 或者担心读不出来 有些担心雅思考不到四个期 对不对 但是助于此类的话 你有什么祝福想给他们说的吗 对 我觉得因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考试这些东西很多时候说白了就是套路 我觉得只要您技巧 套路技巧都是这些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可能差一点 可能就是需要有老师帮忙去点播一下 如果您的英文基础不是很好 也不用担心 我觉得只要您认定你有这个梦想 你想来新西兰定居生活 我享受这边美好的生活的话 有了这个梦想的前提 我觉得作为考试来说 就一定能攻克所谓的难关 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威廉 我们有相关的问题会跟你联系 非常感谢你今天到访我们的领航 特地在你百忙之中 好的 谢谢 拜拜